日本首都东京同样迎来选举 四年一次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今天投票 尽管这一次共有56名候选人创下历来最多 但是一般预料这场选战将是现任知事小池百合子 和在野阵营候选人联访之间的直接对垒 大约1100万名合格选民今早履行公民责任 投下神圣一票 现年71岁已经担任两届共八年知事的小池百合子 能否再度连任备受关注 由于他获得执政的自民党的支持 因此这不仅是选民对他施政表现的评断 更是检验选民对自民党支持率的风向标 如果他败选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来临的9月党选 恐怕会面对更大挑战 选前民调显示争取第三届任期的小池百合子 支持率依然领先 但是联访也紧追在后 选举结果预计今天稍晚就会揭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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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